接着我们把一张一张要用的图片 我们来安排它的顺序 比如说第一张我要它放在这里 好,这是第一张 第二张我要它放在这里 好,第三张我们要它放在这里 第四张 诶,没有了吗? 没有,你可以继续拉动卷轴 这张已经用过了,再来 那你可不可以跳着用呢? 可以啊,你可以把这个拉到更后面 好,以为没有了,其实还有 你只要一拉进来后面又会有 好,一张一张把顺序安排好之后 你要先进来的就先拖 它的顺序就会颠倒,你看 这张就跑到前面来了 那你可以安排它的顺序 那么你可以不断的加,不断的加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挑选专场效果 事实上你可以在这里先按这个按钮 播放,看看它播放的效果 它是一张一张挑 不过我在这里要很抱歉的 我这个荧幕抓取的这个软体 它没有办法 它没有办法把这个画面也抓下来 所以你现在就看不到 你可以按一下 看看它这样轮播的效果如何 然后接着你可以在集合这里按下 视讯效果 或者是视讯转换 比如说视讯转换 你把这个拖过来 这是辐射状 到时候从这里跳到这里之后 它的转场效果就是 它的图片会像辐射状这样转一圈 然后跳到下一张 那你可以不断的按这个按钮 来检查你要的状况 如果不好 你可以直接按这个效果 再拖下来 拖到这里放开 它就变 它就插入了新的效果了 那这里效果有很多 你可以试试看 放射状 交叉状 然后直到你安排好所有的影片 那么这是挑选效果 那么视讯转换可以 视讯效果也可以 不过视讯效果不是拖到这里来 它是拖到图片上 那现在这个位置 看到没有 您看到没 这个没有任何的颜色 代表没有加任何效果 你可以挑选一个效果 比如说灰色 拖到这里来 放开 这张图片就到时候显示的时候 就会是黑白的 那如果不满意 您可以按这里 它就会复原 它就没有效果了 这是大概的一个选择效果的情况 除了可以这样一张一张拉以外 我们复原一下 我们也可以把所有的照片 如果你的顺序并不是那么强调 像如果是影片的话 大概我们会特别注重 谁先谁后 可是这些照片 这个活动的照片 对我来讲 它是一起的 没有任何差别 那我们可以选择 一次选择非常多的照片 甚至选择全部 然后一次拉进来 它就会全部都排好 这样是一个比较快速的 安排照片的方式 你可以全部把它拉进来 然后再一个一个去挑选它的效果 安排它的特效 以及转场效果 这是一个比较小巧的方法 比较方便快速 提供给大家参考 谢谢 感谢观看